當然是玄冰啊 天啊 哇塞 這有什麼好比的 玄冰 孔劉 許光漢 宋江 全部都在前面啊 吳沙如新婚後手露臉 不急著做人 甜蜜修認 有必運 就是婚禮的時候 他出現 然後那種關注 被他搶走的感覺 好像 不舒服 因為我真的也沒想到 大家對他評價這麼的好 非常謝謝大家 也就是不知道大家 到底那天看到了什麼東西 本人也就那樣啦 就OK了 現在只要在 例如說Instagram的那個限動 問大家你們有想了解我什麼啊 然後得到的答案80%都是 王先生 我想說你們給我閉嘴 不要再關注他了 關注我 氣死我了 31號是吳沙如魂後手露露臉 才剛放完一個半月的假 請問做人進度有露臉起來嗎 我覺得生小孩這件事情 就是有就生沒有就算了 那就就是這樣 詹老師好像那天來上 我小明星大伴他還說 2023憲哥要當外公了 然後他就轉過來 麥克風放下來轉過來跟我說 你不要閉喔 你不要閉 我現在又有代言在身上 就是其實對 很厲害 就不能跟你講 現在不能講 對 就是我講什麼 真的是該緊張啦 雖然目前已接下六隻代言 但老公高富帥的形象 也是來工作邀約 希望夫妻倆合體曝光 因為他真的就是一個圈外人嘛 所以又覺得好像不太合適這樣子 對 還在考慮 還在想 他沒有說yes or no 他只是覺得 他不想造成任何的困擾 我說來不及了 你已經造成困擾 哎呀 結果還有樓上的訪客 讓巫山入客人是困擾 爸爸這個在樓上嗎 對 對 然後我懸下了 他剛好正式本床的東西 我猜他其實就是投資啦 他沒有真的要那麼煩我 但他就是把他自己的東西都擺好 然後就是用一種存在感來威脅我 你不要以為我哪一天對不對 突然出現 然後就想說 好好 沒關係啊 電子鎖換起來 電子鎖全部換掉 他都沒有密碼 開心 他其實是蠻開明的一個爸爸 然後當然他一定黏很黏 可是他又想要保持一個 好像他是一個很開明的長輩的那種角色 所以他就是嘴巴講講 他也不會真的很煩我啊或什麼 我覺得他其實很成熟喔 他長大了 好替他開心啊 我記得